妳才幾歲啊 妳今天來談年終養金 27 妳領過幾次了 五六次啦 對啊 五六次了 最多領多少 2.3 不錯啦 不錯耶 對啊 我剛剛聽了一下 我覺得其實我領得還不錯 真的是不錯啊 你剛剛... 對啊 剛剛不講 剛剛不講報紙的慘況 妳不曉得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一直覺得 別人都是十幾個月 十幾個月在領 那是新聞報導啦 對啊 我就是看覺得 大家都那樣 只有我們是領各位數 而且這樣聽起來就覺得 其實我很幸福耶 那妳是領基本薪 還是領全薪 全薪啊 那老闆夠意思啦 對啊 就是全薪的2.3 每年都領2.3是嗎 每年不一樣耶 就是公司會評估 然後再評估 個人的成績去算這樣子 那妳們怎麼知道 老闆賺不賺錢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 他的表情是怎樣 如果是賺錢的表情是怎樣 如果是賺錢的表情 就是每天都會笑笑的進來啊 老闆就笑笑進來 每天都會很開心的進來 但稍微皺眉的時候 就會知道最近好像有一些 嗯... 有點不妙 這樣子喔 那可以像他們這樣嗎 就是蹲下來一下嗎 我們不用蹲下 我們不用蹲下 那我們大方的 因為我們的員工餐 就是會煮給我們吃 對 直接煮好給我們吃 真的喔 對啊 其實我覺得這也滿實在的 對啊 你剛剛講說那個媒體爆炸 那個不是都領很多的那個年重獎金嗎 對啊 但是因為我以前不是做人力銀行那一行的嗎 所以我認識的HR超多的 人力支援部 對 那反正那些電視上經常就是要不然送轎車啦 要不然幾十個月的啦 我自己去拜訪他們的時候 那些HR都會偷偷的告訴我事實的真相 然後呢 事實的真相就是 在那個最棒的籤筒裡面 也就是說抽到那個超級大獎的籤筒裡面 裡面每個人都是老闆一定想要留下的人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櫃檯啊 總機啊 很可能沒有在那個籤筒裡面 是喔 因為你如果真的抽到的是幾百萬上百萬 或者是很高價值的股票的話 如果是對於那些隨時都有可能離職 或者是對公司沒有這麼重要的 我指的比如說是科技業的研發人才 那可能是老闆一定想要留下的嘛 結果萬一這個被其他人抽走了 我想應該造成的效果是相反的 我們鎮腳的中壞了 過年的時候 大家遇到的中壞都會跟你們說 今年太多了 好不好 對 會 年紀幾個月 對 今年年紀幾個月 對 會問喔 會 一定會 那你都怎麼說 我說差不多啦 兩三個月這樣 我如果領八千 我都說我領八個月 我沒有這麼誇大 好看嘛 有時候長輩問他也會期待 你要回包給他的紅包 但是期待啊 對啊 比較大包的 真的喔 真的是 我覺得鄉下的鄰居啊 長輩啊 都對你年終獎金很好奇 是 你領十二個月有沒有人問 這還好耶 我爸媽不會問嗎 我爸媽還好 因為反而像我那時候 年終領很多的時候 我爸媽還不希望我包給他 對 他會說你 因為你在某個產業 一定會起起落落的 你這時候好不代表未來好 那他反而希望說 你把這個比較多錢的時候 你好好做一些人生規劃 存起來也好 或是做一些投資方面 比較好